大家請合掌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可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 南無本師釋迦謀離法 多謝各位 大家同學好 見到大家精神義極來上課 我也很開心 現在已經過了正月 是農曆年的丁有年雞年的二月 但也好 先恭喜同學 我願同學學佛精盡 步步高升 既然步步高升 我們就要學立雞群 希望由於你們能夠在真正學佛法裏 得到真正學佛法的心量 法心學習 因為我相信當我們法心學習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地流露出 佛教徒那種優秀的品德修養 智慧和力量 也如你們喜歡做義工一樣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佛教徒 將我們自己的好處展開的時候 就由於什麼呢 鳳凰展翅 鳳凰展翅在空中之中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被人覺得很吉祥 又和諧又有歡喜的感覺 當然了 舒展到正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 我們大家 在你身邊的人 都是平安喜悅 真的 好了 我現在說回 今天和下星期六都是 連續兩堂 都是說我心 和我心有關 今天的題目主要是出來心 下一堂主要是四無量心和菩提心 心在我們任何人之中都是重要的 在佛教的教理中 心的理解、解釋、形容、表達 差不多是每一個經教都要教我們 所以佔最重要的位置 差不多可以說 大部分的教理 都是教導我們怎樣去幫助我們的心 明白我們的心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好好地去用我們的心 大家一定會背 心經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最重要的第一句 照見五雲皆空 道一切苦 這就是心的作用 心的作用是幫我們照見 照是怎樣 好像眼燈照著 其實是幫我們灌照 五雲大家都知道 學了很多課 大家都知道五雲 又叫五陰 適受上行色 都是空 能夠這樣貫徹超見的 如果這些五雲都是空 我們就可以輕鬆自然地 度過一切苦惹 這當然是菩薩很高深層次的理想 我們凡夫也一樣有這個理想 我們都應該用這種學佛的心態來學佛 所以我們要學一學怎麼看我們的心 佛教的理念 佛教的道理 教我們觀察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是怎樣 我們的心其實很微細 也很微妙 用得好它是妙用無窮 我現在講好那邊 所以我們的心能夠想到些什麼 無論它是廣大無邊 乃至到宇宙虛空一切裏所包容的東西 只要我們的心力去想得到 想得到 它都包括在我們的心裏 都跟我們的心有直接的關係 離不開 但是另一邊說 如果我們一切我剛才說的東西 無論多微細多廣大多宏遠 如果離開了我們的心又怎樣 一切法都不能顯露 不能顯現 那麼法和我們的心 原來這麼緊有切切相關 那是怎樣呢 大家都會知道 有幾句說話 我們在佛教裡面的精神都會說 三界為色 萬法為心 為心所現 為色所變 那就是如果用回 不要太深了 簡單一點說 就是說 不管你想得出 說得出 多微細 多廣博 多無窮無盡 或者多近我們面前 多知多彩也好 直靜的也好 千變萬化也好 都是怎樣 離不開我們的心 話題又說回 我們今天說的是 出來心 下一課是四無量心 菩提心 這些出來心 四無量心 菩提心 和剛才說到千變萬化的心 又遠又近 又大又細 那麼多是怎樣 是否每個人都有呢 是 但我很肯定 我們每個人都有 不論我文化上 叫它做出來心也好 菩提心也好 四無量心也好 我們通通都有 那人學佛法就是有 因為佛班說就有 那我沒有學佛法的 或者我又不知道佛法的 那有沒有這些 我們一說出來心 四無量心 和菩提心的呢 那我就告訴大家 不論我們在文字上 或者理解上 懂不懂有什麼 叫出來心也好 四無量心也好 菩提心也好 乃至其他種種 你說得出的 名相的心也好 都是我們本有 它是存在的 存在我們本有的心裏 不用到處找的 好像很多都不是 出來心也不是很多時候聽到 什麼四龍無量心的 如果不學佛法都沒有聽過 其實無論是 凡夫也好 修行人也好 佛教徒也好 不是佛教徒也好 我們都會用緊這些心 用過這些心 探索過 探索過 覺察過 或者不覺察過 或者去追求過 或者不追求過 這些心 都是根根本本 存在在我們的心裏 不過有些人不知道 或者我們自己用了都不知道 如果這樣就先講一下 出來心 因為這一課是講出來心 我們用最普通的 平常人生活 就算不是佛教徒 平常的生活 出來心有沒有關係 好像很明相化 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裡 發生的很多事情 只要我們有情緒 出來心根本就是會有份 我們用一些事來檢測一下 出來心好像是否出家人才用 或者想得負面一點 是否想不做人才用 不是 是 我們很多時候都用過 不過大家不知道 其實他們是出離心的一份子 分析一下 什麼是出離心 有中文字大家都懂 在字面說 出 是一個動作 動作之中 大家一說出字 都知道它是一個動作 動作之後 接著是怎樣 接著的原因就是離開 怎麼知道出 出字 就是這個出字 我們一聽就知道 它不是留在本位不動 即是把原來的本位 離開了 不在本位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個動力的動作 有力用出現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叫出 因為現象 借憑的動作 那些表現出來 就是什麼叫出 例如 當我們坐定定 一起來 走開出去 大家就知道一定是一個動作 或者是在本來的範圍裡 有缺口 在缺口裡透過出去 或者是我們要走出去 出之後就是離開 那怎樣呢 又簡單說 在大廣堂 大家集合了 做完了 集會完 完成了 那種種的作用 大家離開的時候 一般是從它來源的地方 出回去 離開會場 但是可能那個廣場 沒有一個真正的範圍 在挎著你的 不過大家在那裡聚著 然後走的時候 大家就從自然來的方向 出去離開 或者在廣場那裡 可能你來的時候 沒有特別說 走的時候有些出口指示 這裏出那裏出 然後出口就好出去 這個動作的出字大家都知道 那心裡的思想是怎樣呢 那出來就是 那些事的經歷,或是是深度是在我們的腦裡 或者在心裡 變成成他來的 盆繁 climate 也許事的事對外 是很重要的 我們經常要想著它 或者是困擾我們 經常在拍攝、在每人的頭裏 輪妄轉 來到由來 是不是正好是否 bom 如果是否對的事 你很開心 愛擔心 goal 想隨你而言 重職進行 可能成本是好事 开心的事也不定 或者很烦恼的 你想不想它 谁知道解决不了 所谓人家就放下眉头 又想心头 只盘扰着 即便没有出去 好了 当我们觉得很烦恼 或者我们想到满足足够 在一个念头一转 想到另一样东西 打开另一个思想领域的时候 那时候便有思想上的出 即是从第一个本来传船住的范围 的思想领域里面 离开了 出去 出去到另一个范围的思想里面 我们老是想的 有时想一想 突然有另一样东西 突然有另一样东西 原来那样东西 我们不再想了 我们的思想在那个范围里面 就出了另一个思想 行动上说回很简单 像我们乘车来的 电梯 在电梯出口 来到哪个层楼 对了 出去 电梯好便出去 如果我们乘转到大堂 电梯到了大堂 到了 我们便出了 即是离开电梯 如果我乘交通工具 无论是巴士或地铁都 在门里出去 离开原来那样东西 例如你乘坐地铁 离开地铁 如果你乘坐巴士 便离开巴士 就是出去 即是离开了你本有的地方 就是出去 乃至我们在日常生活 买东西 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买东西 买完了 给了钱 便离开超级市场 出去 这些出 我们经常都做的 思想都是经常出现的 经常都会做的 但我们不会觉得 这叫出 做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叫入也可以 可以 不过你一定是 你本有的动作范围 或者思想范围里面 转到另一边 你可以说入也可以 但相对来说 他说出也可以 举例例 例如我说入车 我可以说你出门 你看看你的相对如何说 所以有时候一些东西 出和入 都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角度分别 不过再用现实一些说 出来的思想 在思想上是否一定是负面 又不是 你可以说是 又可以说不是 用现实一些 好像市盔 有些人在做生意 可能我这个计划也不错了 想了很久 即时在计划的生意 想了很久 想到想好了要怎样 升进一步 如何去推展 再一个层次 你可以说是推展 另一个层次 跳出了少少 范围又大些 如何去推展这个生意计划 然后跟着 一直想到很多很积极的方法 配合这个推展的方法 出了很多主意 出了很多可能性 前前后后来审查 选择自己的主意 如果不是这样就这样 进行很多思想上的计划研究 或者是种种记录的研究 当这种推展的计划 或者是心思 一直在思想上的行动计划 直到你付诸实行 这段时候你的思想的层次 就是一层又出一层 一层又出一层 反过来负面又如何 很困惑 情绪很困惑 很多负面的东西 压着来 想不到 在思想上有很多念头 有些越想越伤 他第一个念头 以为是伤害 想第二个念头也是伤害 他从第一个念头 但我们来说 当然要积极地防止这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的念头 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很困惑 那怎样呢 心就想 我们用俗话来说 想想想如何跳出这些困圈 就是这样的意思 于是如何防止这些负面的东西 如何帮助自己跳出这些负面的事情 我们的念头又来了 一层又一层 总而言之一大堆的念头 在本有的范围里面离开了 而出另一个新主意的时候 这是出来的思想 我们的念头一个攀一个 围绕着我们的事情 围绕着我们的事情 想的事情 那如何呢 我们用一个时髦一点的说话 我们突破 他突破就是出的 转来转去转不到的 就没有突破 出不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说 因为我们一定有很多困惑的念头 但我们已经很聪明了 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有困惑的念头 知道想要突破他 想要离开这些困惑的念头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 不要想他了 当你说不想他那时候 其实当你想起不想他 那时候那个念头已经是一个突破 那如果你说这些这样的念头 例如说回做生意 那念头和工作怎么会配合 有 举一个例子 刚才我说做生意 用回做生意 例如老板 我做了计划 一边工作 但谁知道他那些计划和工作 配合不来 人手不够做不切 于是为了一边做一边担心 想来想去想不到方法 那时候他会怎样 他就困惑了 又心急了 又忧虑了 在那个时候 如果他又定一定下来 我想一下什么方法 来改变自己陷入这个困境 手上的东西 自己开解自己了 主意又出来了 做得多少多少 每件事都未必完美完成 我把手上最容易做到完成的 集中精神做完成的 然后逐项逐项做 哪些做不来的就算了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也不要怪责自己了 尽量去医自己的计划 去逐步逐步实行 于是还想起来 如果我一旦那么紧张 样样做些做不完 身体病了更加没有精力做下去了 整个身体不行的时候 一所有的生意 或者所有的计划都不行 不要想了 逐个逐个来 当他一这样突破这个心态 出来了这种困惑的时候 他整个身心世界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这个心的影响 是很明显的 念头的出和未出之前 可能没有一两分钟 甚至没有几秒钟 整个人的身心世界就会不同 情绪立即会转变 压力忧累 如果是在想通的时候 压力忧累 可能事情未见到真的功效 或者人还是保持在同一个工作范围内 但是工作范围内的表面是人的工作 但是心的压力可能完全舒缓了 在现在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出离心的作用 离开本有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在困局里面 好像一个圈圈了自己 那怎么办 我们找个出口 找个出口 把这个不愉快的圈圈 打一个缺口给他 让我们的缺口冲出来 不再困惑 那时候他们不用介意我们现场的事情 是我们的心已经解松了的时候 就算我们现场里面是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事情是很困惑的时候 当我们的心和身分开 心轻松的时候 那个身体即使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时已经觉得不是那么辛苦 所以这个是出离心的很正面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身体怎么做怎么做都好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打开 我相信就算你睡觉也好 身体都僵硬 睡得不舒服 所以心是帮我们的身体输压的 也可以说心是帮我们的身体加压力的 所以我一定要用在 出离心的正面的作用 但是你说 但是我还在现场里很困惑 在做事情 可能还是继续很累 但是当我心轻松了 当时觉得没有那么松 那可以维持多久 就看看你自己当时的那种思想上 帮自己解困有多少 可能你曾经做到很累 但当你觉得不怕 我反正也是 我反正做完 然后下一段时间 我会做到什么 可能下面那样东西 你很希望做到等于什么 就是另一个 给你轻松愉快的地方 那你于是面对着那些东西 跟正面没想通的时候 做法和身心完全感受不痛 那我们现在说回我们现在的现前 如果像老板那样 人手又不够 做事又不够 像交不到给人 但是还要死做死做 那他心怎样呢 如果是正面的 他可以想着 好 我放弃有哪些 我不能做到 我就快点和客人商量 最多我不能教给你 或者延迟或者怎么样 他自然就会有办法 走出来帮 所以回上 就是我们如果肯帮自己 打通一些 截一些 那个心的种子出来 就会自然轻松地 帮到我们有计划走出来 不会想到那些东西全都 不会那些东西在困局里面 再困局 所以一定要学一样东西 这种叫做出离心的正面力量 如果用这个出离心 思维是正面的解决 那负面的又怎样呢 负面的不是出离心 因为正面来说 出离心是属于精益求精的 一做好一样东西 再希望再好一点 但不是贪念那种 不是贪欲那种 是有思维的 希望把本有的东西更提升一些 把本有的已经好的东西再提升 不够好的东西 找到它的缺点 帮它做好它 但在心理方面 就是什么呢 是一种提升 简单来说 我们平时上班很累 你也会有出离心出现 先放下东西 出去走一圈 或者趁热吃饭 喝杯咖啡 休息一休息 回来再做过 有这种感的心 已经是一种正面的出离心 让我们有正能量 增加到我们正确的那种所谓的散心 散下心的这种好处 有些人又说 这跟出离心有什么关系 出离心有点 出离心有点 出离心就是想飙升自己的位置 或者声誉 但是如果这样说 我们用正面的说 不要紧 你不只是靠 只是叫出离心 你增值自己 进修多些学问 进修自己专业的知识技术 遇到适合的机会或者位置 又投身一个新的职位 因为你的经验够了 又加上增进了自己的学问 和专门技术 不奇怪 再认证高一点的职位 你也可以说这种是突破 没错 是突破 与这种空口说出离 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想进步 都一样要出离心 我们民生里面的生活 说出离心的运用 可以这样 你可以认为 这个出离心是一个推动力 是我们不太满意现状的 想让自己提升的 这种不满意现状的东西 就是帮助我们有动力的产生 如果你说我不是用出离心的心念 我说我积极不行 可以 你说负面那边 你又不用出离心 我是负面的 也可以 但是其实无论你负面正面 只要你离开本位 心念想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般的人都是用出离心 但是我回来 用佛教说 佛教说的出离心是如何 佛教说的出离心 究竟跟我们现在 正面的生活 有没有积极的帮助呢 佛教说的出离心是什么呢 佛教说的出离心是 出离生死 正入涅槃 于字面说 出离心死很深入 生死大事 它是怎样的 是 出离心是属于 比较深入少少的修行 如果真的要发出 出离生死的心 是需要有 出离生死 出离心的妙为 妙为是什么 是很微妙的智慧 有微妙的智慧 就是帮我们能够出来 烦恼之陈旧 无染无着 无贪恶于世间的欲乐 不被世间的欲乐所救援 就是出离生死的妙为 当我们有出离生死的妙为 和众生相处的时候 会怎样呢 就是这样 你会很容易看到一些 你觉得很想帮助的众生 那你也会影响到 你能够生起菩提之心 也有生起想调伏众生 令众生离烦恼 究竟出离 亦都希望他有真正出离世间的 救援的心 所以出离心 是修菩萨行的基础 是自利利他的基础 在我们自身来说 如果我们想帮助其他人 受苦的人去解脱他的困惑 正常都会 你想帮人 你也先自己 不要在危困之中 你自己都搞不定 你怎么帮人 所以 首先要调伏自己的困惑 这个不要被世间欲乐去染着 不会令自己生烦恼 而本身又能够觉得有快乐 平稳 安定 又有智慧的 才可以帮人 才可以帮人 离苦得乐 出离心就是 我们想行菩萨行的人 必修的 因为出离心就是帮我们 帮我们离开五层欲乐 所担着 因为我们担着爱欲 或者担着贪欲 或者担着情欲 或者担着种种的名、利、欲乐 有违背 用得担着的就有违背 担着是什么? 担着是你不想离开 在那里黏着 你又可以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是什么? 是在实际的范围里面 正念地、有作用地 然后提升 而不是担着 而就算是有利益的时候 用完便可以 所以如果我们担着欲乐 担着名、担着利、担着拳 有什么不好处? 第一个最显眼 大家都学过 八苦交尖 第一个一定有求不得苦 第二个一定有爱别离苦 第三个一定有冤争会苦 这三件事就是因为我们求不得 所以就苦 要的事、需要的事、喜爱的事 得不到 或者自己在追求的事分开 就苦 所以这些冤争会更加 如果为了大家 你又争我又争 争不到 大家起了架 种种的斗争 谁知道合路相逢 自然冤争会苦 所以贪欲之苦 是导致我们情绪不能平定 自然就五阴似圣苦的生气 那贪爱、渴爱、心酌 令到我们没有了正确的知见 令得我们因为在斗争、在争的时候 就变得如痴暗闭 因为为什么如痴暗闭? 只是担着我们想要的东西 只是想想着我们想要的东西 怎样能够得到想很多办法 很主观地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 结果就会如何? 就当不同意见的人 我们觉得他见解和我们不对 结恶缘起磨擦 或者怀疑那个人 他不是跟我争的? 或者很憎恨那个人 他抢了我想得的东西 或者他和我的意见不一样 他说的说话抨击我 也不是真的为我的意见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很不欢喜这个人 这就是冤争会苦 这些冤争会苦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再加上自己的五音次胜苦 这些苦 全部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如何帮其他众生去调伏人家的烦恼? 如果我们很强烈地 为了辩护我们的见解 和别人去斗争 和别人去接服别人 在这样的时候 就算自己胜数 对方也会忿忿不平 如果自己知道对方对自己忿忿不平 自己也会对他忿忿不平 那怎样? 就冤结起 所以冤争会苦 一定和贪欲 必定地挂钩 如果对方压了自己 好像赢了自己 或者我本来应该是我得的 他争了他 那会怎样? 反目成仇 所以经常常提我们 世间一切的事都是无常的 我们一定要将世间一切的陈景 通通看淡些 不理我们喜爱的或者争的 都淡些 一定要记住什么? 是因缘罪会而生起 因缘罪会就会散灭 开心的事都是因为因缘罪会散灭 不开心的事都一样会因为因缘散灭而散灭 所以不理它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事都看淡些 通通都是无常暗中变化 到我们察觉的时候已经成了事实 但当我们成了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承担他不开心 不开心或者开心 那怎样? 就又提醒自己 一切的事都是不真实的 因缘而生 因缘而灭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深着世落 如果我们一深着世落的时候 我们就不落出来 就是没有了个出来心 我们一担染世落的时候 这些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冤争慧苦 就跟我们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不要说跟别人说出来心 我们要帮自己出来这些被求不得、爱别离、冤争慧苦的前博 我们要自己提升自己的出来心 去出来这些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冤争慧苦 如果我们经常跟回这些 我又不快乐、我因为求不得、我又怎样怎样 这些冤争慧、爱别离苦 在那里线着自己 而经常重复、埋怨、在想的时候 这些就不是出来心 那没有出来心自然怎样? 看不到出尘的快乐 尘是什么? 尘景欲乐的快乐 看不到 如果我看不到出尘 即是出离开 没有了这些陈景欲乐的担忍 我看不到这些快乐的时候 怎会有个出来心肯生气? 如果我们根本都不懂得去 有这些原来有出来心的 看不到出尘的快乐 出尘的快乐是什么? 清静、无染、无牵无挂、平安、自在 有些很有文气的大德说 遇行运流水的灑脱、安乐喜悦 原来出来心的比我们得到的 原来出来心的比我们得到的 是这么轻松的 那如何辨别出来心? 既然你说它这么平静 平静很难找的 平静的时候还要 又无染又清静 它有什么相貌? 我们说清静、无染、无挂爱、平安、自在 是当我们平静的时候才能找到的 那我们不平静的时候怎么找它? 行 出来心的对手就是攀元心 认识它 一有攀元心 我们就没有出来心了 这是我们对手 那如何认识什么叫攀元心? 攀元心有动作的 就像刚才说出来心的出 有动作看到的 所以很容易辨别 它相对的心境是出来心 攀元心 它当然不会是清静 因为本来出来心是清静 攀元心就不清静 出来心是没有染的 攀元心就是有染 出来心没有挂爱 攀元心就是有挂爱 出来心很平安、自在 攀元心就是不平安、不自在 那你还厌过攀元心? 当然不要 攀元心为什么叫攀元心? 我们想想猴子 猴子的行为动作 大家一想就知道 他在树林里面 一只手攀树枝 另一只手攀树枝 另一只手攀树枝 手又用、脚又用 他因为眼睛看到果子的时候 他的眼睛来得不得了 左右手一手攀枝 一手攀枝 左右互相交叠的时候 迅速前进 他把树枝拿住 那些树枝拿住 是很方便的 完全不需要去考虑 但当他放树枝的时候 又放得很快 所以他那种交替的 左右手的攀枝行动 就是攀元 前进的手 甚至连尾巴都帮他的手 捲上树枝 手就平衡了 就可以捲着树枝 手可以攀窄一些东西 手脚并用 原来攀元心 又迅速 又灵活 又快脆 但当他放弃那只树枝 他一放弃那只树枝 原来攀元心和猴子的动作 十分相似 正正当我们没有修行的心 向外攀元外境 为求得到利益的时候 心式动作就是亦无一样 所以攀元心是很贴切的 十分适合我们 在贪害的心理状态 你想想本来我们安安乐乐 很舒服地在一个很平静的环境里 有很好的计划 慢慢一步一步 安乐自在不逼百地生活 挺好 但当我们有攀元心的时候 好像猴子想攀果子那种尖銳 那种手脚的快脆 那时候的心就完全不一样 为了奪目标 一个心念又一个心念 这个心念都未想得很清楚 另一个心念又来了 那种逼百忙碌 难听一些 用自私自利的催化那种心识 一模一样跟猴子攀枝的时候 那种情况一样 那这个攀元心 还有一个不好 它因为是比较自私自利和贪心的 就由于猴子去到那棵树 那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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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懂珍惜目前所拥有的 很轻率就稀掉 这个情况 刚刚就是我们人 在攀缘贪欲的时候 那种情况 即是我们随便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懂珍惜 所以俗话老人家的说话 莫因容易得 便当作等闲 攀缘心强烈的人 为什么人家很怕跟这些人相处 因为他利用完一个 等于猴子攀枝 拉住一个枝 他拿着另一枝枝 放着放手就弹了 就拿另一枝枝枝 随便他不懂珍惜 他目前的善缘 他不觉得这些善是来之不易 他不知道他能够有这些善缘 是他自己多生的努力 或者今生曾经都用了很多善心 回报回来 当他一有这个攀缘心的时候 他就不会了 所以我们反过来 如果当我们有时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起了攀缘心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对那样东西有目的 有寒爱 有很紧张的他的德 不希望他失 忘记了自己周围的善缘成就 所以我们要经常用我们俗话的说 寸师更范 当师来处不易 就是帮我们释福 有善缘心的人 不懂得释福 如果我们是有善缘心 我们也是不会释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帮我们自己 提醒自己 如果我们在善缘心 运作的时候 遇到有良朋友帮我们 可能当时时都会 这边帮完我那边 我都会利用完了 算了 放下了 就找别人 这些就会伤害我们自己将来 所有的朋友远离我们 亦都哭我们 将来是一个不开心的境界 又是哭下去 求不得 爱别离 冤真会 这些苦 所以既然我们懂得看到 原来攀缘心是这么负面 这么恶劣的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攀缘心 看着它 不要让它那么躁动 不要让它那么不安分 既然如此 如何呢 调教它 用什么调教它 用我们出来心调教它 离开我们所谓要贪着的欲望 离开我们所谓要攀缘的东西 我刚才再提一遍 离开那个贪着的欲望 不是表示我们不去精益求精 而是不要过分去攀一些 很勉强而不是实际能力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是我们真真正实际能力能够做到 而去精进 去精益求精的 那时候我们的心不会躁动 那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的 我们的心是很稳定地向上 一步一步一步很实际地去做的 而攀缘心最容易给我们看出的一件事是 去具挑战的 很活泼的 很兴奋的 不停的 因为惯了得意洋洋的 所以令自己好像很忙碌 好像很有成功感 留意我经常提到 攀缘心和我们的精益求精的心 是有少少分别的 分别在就是 攀缘心比较不顾后果 攀缘心比较躁动 所以我们下来 如果当我们有些烦恼生气 或者好像不知怎样很渴养 但又好像不知怎样又有些感觉 又怕挫败 又怕定下来的时候 别人看自己不起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些不是 这些我们要帮自己静下来 我们是不是被这些所谓 名利 色声香味触法 黏住了 跌入贪欲的境界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真正出来 所谓出来三界的五欲之乐 就撑得很远 通常攀缘心 就是怕失败 怕被人说自己 没有了名誉 所谓名誉破产 人家不认同你 这样的时候 这个攀缘心 又不可以承担 因为他很虚妄 他没有实力帮自己承担失败 所以攀缘心在修行人来说 或者是修任何清淨心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我们是负面地用摊缘心去比例 出离心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告诉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凡夫 不知道修行 不知道要培养这种 有品德 修养 要安定 要信 没有 凡夫是会这样的 这些就是我们要看到的 因为如果我们观察不到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就观察它 那要回来就要什么 一定要放在佛教里面 教我们修行的黑己 沉着 自律 在身心都要提升自己 正面地 所以解释攀缘心的作用就是 负面的是这样 既然出离心 即没有有攀缘 不再在五肉六层里面攀缘的 就是出离心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自然一定是平稳 一定是安乐 但是它这么平稳安乐 不容易发现 就犹豫什么 犹豫我一说出来 大家都会立即认同 当你隐让的时候 当你很谦卑的时候 别人不会发现原来你是谦卑 原来你是隐让 那你就明白 出来的心是这么难被发现 反之什么容易被人发现 冲突 劳气 喜恶 这些就是见到的 所以要保持一个清静心 轻松 平稳 安乐的心 是靠自己 不是靠别人 自己帮自己保持一个清静的角性 自己看着自己有没有出现攀缘心 那我们怎样去看呢 就是用负面的情况 就知道自己有没有遗失了正面的心色 留意我们的心色的变化 好 幸好我刚才说 三界为心 万发为色 为心所现 为色所变 心色一变现的时候 本来是平静的 可能再平静都未定 或者本来是平静的变性 不平静的都未定 总之就是变化之中 但我们希望自己是没有烦恼 安乐 自在 所以不要那么容易被攀缘心牵动 好了 这个出离心帮助我们这么多 我们又可以令到我们这么安乐 那出离心 是不是一定是不可以任何世间的欲乐 那么这样做法是否跟出家人的那种修行 是否直接关系呢 那我在这里先讲讲 出来心是帮我们出来沉劳烦恼 是帮我们出来不去执着 解脱欲望过渴的心 欲望过渴 那出离心 其实另一面可以说是舍心 是舍离 舍离那些贪欲 舍离那些色声香味足的潜伯 那如果我是修学佛法 那我又想修出离心 那是否要出家或者准备出家的 才一定收得到 或者需要收呢 当然出家人来说 是必然需要有出离心 和收这个出离心 但是不一定是一般在家的佛教徒 都一定需要收到这么淡薄 不过我们要承认 淡薄是可以明智 如果我们想是有修为 不管你在家出家 都应该是要保持正念 保持一个正确的出来心 是需要的 不论你是否想出家 都是需要 但与出家有分别 又要多一个步骤 如果你未曾完全充足预备好 可以接受到比较淡薄的生活 淡薄的真正行为体验 思想上体验的话 不要一步就踏出去 好了 回来说 淡薄是否在家出家 我们是努力要明白 佛法所教的因果道理 这是出离心的必需要的第一步 如果说我是很想学 但我们因为生活的行为范围里面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做到 那又怎样呢 还是一个良好的善因 知道要修行 虽然未必做得足 做得多少得多少 但是品行修养是必然的 不论你所谓出家不出家 这个品行修养是必然的 如果概括来说 出离心是必然是有修养的 那出离心帮我们对自贪爱的 有什么好处呢 如何用它 你好像当它是一块镜子那样 它照着我们心里面的病救 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看镜子那样 镜子照着我们的面孔又没有骚髒 照着我们的衣着是没有整齐 但是如果在出离心当是 镜子照着我们的内心里面的病救 所谓帮我们对症下约 刚才说过《出三界》 经上说《出三界》是破魔网 破魔网是什么? 魔是五欲 曾经的魔 但如何出呢? 出了就破了 出不了就不破了 我们要出的时候就等于说我们的镜子里面 如果不是我们是否骚髒 不要理会 镜子是骚髒的 那怎样照着我们的干不干净呢? 《出离心犹豫》是镜子 就是要照清楚我们自己的本身心的现象 显现出来 自己帮自己照 所以如果镜子是骚髒的 先擦干净的镜子 等于我说 找不到那个镜是否干净 因为本身也没有东西可以对 犹豫现在说 找不到清静的出来心 找一个攀原心去对照 一看到自己的心起 贪原心 即是说我们的镜子骚髒了 擦掉它 用什么擦呢? 持戒 持戒 怎样持戒? 就算你不是出家人 正常我们的佛教徒 有三归依 有五戒 我们信任佛陀所教的修行方法 佛陀教的方法 一定要是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一定的 能够的话 收到五戒 不论你是在家出家 任何修菩萨行好 修佛行都好 三归五戒必定需要 如果你是信任佛法的 就有坚定的信心 起码先做这两件事 因为三归五戒 也是我们最好的防御网 这个防御网 这个持戒的心 就是我们出来心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 最大的 最好的基础 表出三界 三界之内的五尺 欲境 全部在这儿吸引着 无论金钱 无论权力 都是需要的 是用的 在这个社会 但是你用而不贪 就是要有分寸 就是要有分寸 用智慧去看它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着的时候 智慧不能够显然 所以 持戒就帮我们定下来 生起智慧 持戒亦有心有钱 最简单的三归五戒 大家都知道 不擦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妄语 不饮酒 不饮酒 我们用了 不去吃一些 令我们迷惑的药品 当你肯这么做的时候 自然就有功德 不论你心与前 你肯做 因为你有信心来关业 有意愿去持戒 这个 或多或少 或心或淺 都有我们或多或少 或心或淺 的定与为的功用 有定 就能够生为 没有定 不能够有为 即是等于 动荡之中的水 怎会澄清 我们的心力一样 动荡攀缘之中 何来能够有照到 事情的真相的智慧 所以 我们如果自己想有智慧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责任 戒就是叫我们 不作恶的事 但他说得很清楚 什么 就是哪五种恶的事 我们不要做破坏 我们善根的事 就是持戒 我们保护我们的定力 用我们的信心 有定力 也是持戒 当我们有信心 有定力的时候 外来就算有有惑 他的作用不大 举例如有些同学 有些坐禅 如果你本身是持戒 你的定力好 你的坐禅特别好 因为定就是清静的力量 给我们有察觉能力的提升 智慧自然的增长 智慧在哪里 我看得清楚 看得不会错 和很准确 如果我们有染育的时候 就有越动荡中的 没有定力 这个念头刚刚起来 第二个贪欲又来了 怎会定下来 但我们持戒就不是了 当一想起有些问题 和我们的戒有问题的时候 戒看起作用 立即知道不行 这些是和戒有规 不行 不可以犯 智慧就来了 定力就来了 所以有定有位 一定在持戒的功夫做得好 心里明白的 这些是破戒不能做的 这些是不善的不能做的 这些就是你自己的观察能力 观破它 久而久之 攀原心不起了 知道一想攀 不要攀 这些是不对的 不会做的 那我们就会如何 我们成功地 降伏了我们的攀原心 这种成功降伏 攀原心的力越强 我们自己本身的智慧 和分析能力 也会越强 这些靠我们 经常分集 分集就是 经常想起佛法 经常实行佛法 教我们的简单 也好 深入也好 所有的行为和思想 是配合的 设计 所以我们心就想象得很好 然后行为 因为遇到有人 用不好的说 引诱你的时候 那就去做 忘记了 戒也不知什么是戒 对不起 不要理他 这些就是 你被攀原心 带走了 所以留意攀原心 分分钟 在我们的心里出现 所以有些人跟我说 师傅 师傅 我很想心定些 肯定是不行的 当然 你的攀原心 比定心 有人怀疑 你就走了 那怎么定 所以不要埋怨 自己慢慢分择 另外一个心态 你就要知道 原来 清净心 是这个 出离心的一份子 我想安乐自在 我就保持这个出离心 不要被陈景欲落所扰乱 不要被五欲所迷惑 出离心的一份好处 出离心做得好 就像什么 像风在空中 自仁自在 风现在是空的 还在空中之中 饮他怎么样 还不自仁自在 十分撒脱 他这么撒脱 对我们 是否好像没有了束缚 又不是 他虽然是十分撒脱 他对事物那种随缘的撒脱 对事物那种不执着 而懂得怎么运用的撒脱 这个就是出离心的好处 所以出离心很明显 是修行人的基础 我们一般人怎么会不贪圆 怎么会不去 看到有好的利益 或者好的享受 或者好的 曾经给到我们 怎会不去很舒服地运用他呢 但是我只不提醒 攀完的意思就是 不断地去 向一些不实际 但只是无耗高无远的 所谓理想那里 攀上去 根本你未必是做得到 但是很想去追求那样东西 这样的时候就是攀完 如果不攀完的人会怎样 正常来说 不攀完的人 少很多执着 少执着的人少跟人争吵 因为他少执着 很少很主观 但又不是叫你没有主观 但是他不会执着 这些事情跟人争吵 第二件事最明显的是 他不会破坏别人的成功 他不会不抵得 或者妒忌别人的成功 而他对于别人的成功 就算他未必是伟大到立即随起 但是他起码他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看到人成功 他最多是羡慕 他这么成功 这种虚心 亦是出来心的一分子 刚才我提到 他说出离心和出家有关系 那是有些关系 是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平常凡夫人来说 都要知道出离心里面的成份 是什么 出离心也很有智慧 他没有智慧怎么出离 就像我之前最初说 我们要出到一个地方 出门口 如果你不知道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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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也有智慧 其实 出离心是很明显的 一个真正学习修养的人的基础 亦是有智慧修行的人 才能够有出离心 如果没有出离心 他亦不可能只想起要修行 好 如果没有智慧又怎样呢 如果说到没有智慧 根本意觉察不到自己不清晰的念头 不平衡的念头 更加不能够调伏自己不良的心念 所以何来有智慧 所以要训练自己的觉察的智慧 训练自己的心 对于曾经冲击自己的时候 有多大的引力 不去执着 或者不去攀缘 或者不去疾导 或者不去破坏 这一个觉察能力 只有你有出来心才能够有 如果不是你又欠我又欠我 为什么要让你 你又成功我为什么不成功 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刚才说出来心 是一个有智慧的写的心 有智慧写的心 肉眼见不到 我们那种信心就要给到自己 别人说自己是亏底 或者别人欺负自己 不是的 肉眼见不到的这种智慧 为什么会这么说 例如我要拿着一些东西 我手拿着那样东西 你的手一执 那样东西在你的手 一眼就看到了 但是我手执着那样东西 我手怎样 我放不开 我拿着那样东西 我放不开 我做不到另一样东西 我是知道我拿着那样东西 我有样东西在我的手 但我的手还有没有作用去做另一样东西 没有了 我要想做另一样东西是怎样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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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拿着那样东西 即是我们要放下 我们的执着 那我们的心才可以活泊 才可以懂得去想一些 应该要想的东西 整天心执着 我们要想那样东西 就拿着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压着整个心的空间 由于我们的手拿着 就拿着实 拿着到没办法做另一样东西 一样 心的智慧的写心 肉眼看不到 手不拿着 但是可以做 还没做的时候 也都看不到 它发挥到的作用 所以一样 我们心有东西 执着的时候 很简单 我们试试想想 如果我挂着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走到哪里 那样东西都想着 做那样东西的时候 那样东西还是继续在做想着 还没做的时候 就一直盘踞着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要想东西的时候 那种集中精神 但是如果你是对贪欲的执着 或者事情的执着的时候 那种心就运作不了 我又要用一个很现实的小故事来说 一个人很贪钱 她的心经常给钱 盘踞着 想来想去 就是为何省钱 如何赚钱 或者怎么样 有一次 她就不知为什么 跟一帮朋友 竟然就很开心 报了团去旅行 但是她报那些团旅行 就是主要人家交了团费 给你去有住 有正常的食物 但是这人很紧张钱 那么就交了团费就搞定了 好 有得住有得食 很开心了 怎么知道 人家去团那里 就有一些行情 就说要加点钱 去参与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就要额外付钱 他苦了 本来很快乐 他很苦 他打算我交了钱 就享受美好的旅行 还要另外付钱 才可以玩另外一些东西 他苦到 都不知道他参加好 还是不参加好 想想 钱自财如命 不参加了 反正都来了旅行 旅行团肯定是安排给我的 问问他 如果我不额外再付钱 那怎么办 别人都很懂得做 安排 因为另一个可能选择 他只要赴 那些人不不资 已转意 房子 那天就通過了 他當然很幸運 知道別人的石碟是怎樣 沒有了 翌日又有一個機會 別人說有一個展品 是商業的 你可以買東西 順便有很多新的 未人在市場賣的 可以參觀 參觀完語如著友可以去買 不過參觀這個 你們預算是要花錢的 蛤?花錢? 不去吧 不去那些是酒店 好啊 酒店吧 於是他又在酒店坐在那裡 別人又很開心 花錢買了一些很有趣的東西回來 有什麼新的東西 很開心 有一天 參加的可以跟我們去 不過要付錢 不參加在酒店吃飯 蛤?又要付錢? 那個餐廳是很有名的 要訂桌的 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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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又怎樣怎樣怎樣 形容之後 都沒有了 酒店就走了 於是 他的朋友又去坐 享受一些名貴的餐廳 多好多好 美食當前 享受得很歡喜 好 團玩完了 酒店集合 走了 其他團友的朋友很開心 又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花了些錢也很開心 又說得慶高采 他一個人孤獨得不得了 經常在酒店的房間 經常在酒店的房間 經常在早餐 中午又在那裡 晚上又在那裡 又不捨得搭的士周圍去 又不捨得離開一間酒店 這麼多日子的酒店熟悉到 酒店前前後後 大大小小的洗手間 可以去的地方都去齊了 其餘的那些什麼都沒有 但是人家整個歷程都很開心 哇 多姿多彩了 他又是一樣的 幫自己安慰一下 我欠了很多錢 我沒有花多 我是用多少就是多少 那好了 人家另外就說 那是吧 你又得回你認為不想花多餘的錢 但是你換不到我們這次去旅行團 玩了那幾天這麼特別的經驗和享受 錢始終都是在你的袋裡 但是你換不到我們那些經驗 那種眼光和體驗上的 見下別人怎樣為之名貴的東西 美的東西 什麼叫新穎的東西 你沒有見到 當然他雖然是視財如明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知識 他當然知道自己也是放棄了很多 這些是應該可以順著 能夠只要他花錢 就能夠得到快樂的經驗 這個我們在一個例子說的好笑 但大家一聽一說就很明白那些情況 但如果反過來我們 我們就是那個人 不過我們不是執著著錢 而執著著我們心裡要想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就會怎樣 擴大到遮住我們整體一切的訓練 一切的視線 除了我們要看那樣東西之外 什麼東西我們都放棄了 什麼都拿不到 但是如果我們的執著 尤其是我說明不是在修行那裡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生命歷程是很枯燥 我們怎會能夠得到 凡夫執著的煩惱的原因 在哪裡呢 寫吧 等於我們手拿著的東西 做不到的東西 我放下那樣東西 寫了那樣東西 寫心 寫心也是出來心的一份子 所以出來煩惱 出來貪欲 出來執著 出來一切的所有這些東西 是我們修行人需要的 因為你不寫 你不知道那種寫了之後 得到那種經驗的快樂 那種無染無著無束縛的 那種輕鬆自在 這種不是肉眼看到的 不是曾經肉落裡面給到我們 例如我們在很局促的環境 局到不得了 哇 讓你出去吐一口氣 吐一口氣那種輕鬆 誰能看到呢 是你自己感受到 或者很迫迫的時候 突然說搞定了 不用忙了 完成了 哇 那種輕鬆 是你自己才感覺到 出來心的那種輕鬆 放下執著的 有智慧的捨心 就是出來心的一份子 所以如果想要修行 不要先說出不出價 先說回我們平常做 我們平常的事情的時候 如何在我們現在處處的困惑 那種輕鬆 前妖 如何出來呢 不要說我沉氣 慈戒 慈戒一定是正面的 慈戒行十善 但是好像很老土 老土都是要做 因為我們平常所做的 所謂束縛 所謂性 跟我們出來生死的 還差很遠 但是老土的前戒 行十善 不止老土 但是他可以幫我們出來生死 人的生活 人的那種困惑 人人都要天天生活 天天都有困惑 算得什麼 他出來生死 才是真正的出來 我用一個簡單的說 今天吃飯不好吃 很生氣 天天都有飯吃 生氣了多少餐 今天逼車 那天逼我 或者有人踩到我 或者那天對我沒有禮貌 哥哥又對我怎樣怎樣 很不高興 天天都要逼地鐵 不是逼巴士 逼路 逼紅綠燈 也要爭著 天天都是這樣 有什麼困惑 困惑得過我們出來生死 遇到我們死 死過了又生 今次死了 下一次 不知道頭到哪兒去 有把握嗎 沒 對 這才是真正的困惑 出来生死才是真正的 基本修行功夫的希望 再幻妙地说 你的袋子有多少钱 是不是你会直接快乐一点 不会 但是万一我们见到一个人 他说我知道我病重了 我快可能不行了 但是我回想我在生的时候 现在的时候 做了很多坏事 我又见到很多不祥的境界 例如所谓经常说 地狱境界出现 或者冤亲债主出现 那我怎么办 我觉得这种苦才惨 这种才是困惑 那袋子多多少钱 少多少钱 是我们自己个人自己的心量 如何去衡量 等于我们执着着哪个观点 好像刚才我讲笑的故事 我报了团旅行 很开心 谁知道什么人要贴钱 还要做什么 不玩了 那些钱大 他就觉得钱大 但是不是的 我少钱也不要紧 总之我玩得开心 我做得好 我满足了 游得而已 心量的问题 但是有些心量 是很决定性 就是我们有没有想着 希望出来生死 出来生死 我们好像很大件事 很严谨 好像很严肃 出来生就是帮我们 在世间法里面 透出出世间法 是离不开我们 对于三界的欲乐的不执着必然 出来生是一个元素 是支持我们能够 让我们很正面 勇敢地去收出来生死的方法 我们现在说出来世间 出生死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用回我们现在 在这个世间里面 我们有物质 有欲乐 有种种的生活需要的现象 和情况 我们是要很正常地运用 现在目前的东西 不要去想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我们就是借用这个世间法 这个世间法种种的现象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去帮我们自己 从世间法的事物 跳出去 向出世间法里面 有信心 有信心 进发 第一样我们要想 每一样事情的物质 或者现象 或者人和人相处的心态 一切和我们直接有接触的 记住 是相待的 互相对待 尤其我刚才说 你说找出来生 找出来怎么找呢 找个攀缘心 看实它 一有攀缘就 不要攀缘 一样 任何种种的现象 在我们面前见到的 是相待的 那我们在相待的现象之中 不要混入去 我们抽离我们 那你和世间法的染着 一分离开 我们就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生起 我们有这个很强烈的信心 现在我们面前见着那些 吃东西很咸 不开心 个人做事 不合作 或者那些事情 欺负 或者那些什么事 压迫 不要去执着 这些严格来说 是相待的 世间法相待 你觉得这东西咸 就是你想吃点 不是适合你口味 而你以为不咸的东西 什么烦恼 那个人好像欺负我 没有 你觉得他欺负你 那他当然觉得 你有东西令他不开心 那没有东西 如果你真的令他不开心 那就避开他 因为他贼到我 而令我攻击我 令我不开心 那我恭喜你 应该大量一点 因为他觉得你超越他 他不想你超越他 所以他攻击你 那就是证明你很有才能 这么有才能 就豁达一些 是吧 人家有一句说话说 被人贼到的 那才是智慧的才子 那你既然是 那么有智慧的才子 他贼到你 那你就再智慧高一点 包容他 避开他 或者不理他 远离他 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不要跟他混在一起 不要跟他一起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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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自然香 不用怕 有蛇自然香 所以不用担心 在世间法的染着 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就是出世间法 亦都是在世法相待之中的 出来生死的基础 我们要建立起来 我们要用它 还有我们要看穿一样东西 什么事都因为因缘所生法 它会消逝 几好的东西都会消逝 反过来几不好的东西 它都会消逝 日子有功 不需要担心 担心就担心就我们有没有办法 清清醒醒地淡淡定定地 看着他过 不要染他 不要自己逼迫自己 很多逼迫是我们自己生气的 不是人家 所以我们帮我们自己 解决我们的所谓很紧张的事 那些紧张的就是我们的执着 有很多人说回 人生很短暂 其实想起来有时候也挺短暂 你回顾一下 如果你是认识了那个人十年 没有见到他 哎呀 因为不见你十年了 那十年短暂的 用什么呢 一生然后记得十年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目前很清晰的智慧 记住一切的因缘所生发 罪了又散 散了又罪 散了 割不相干 我们曾经用过的东西 或者拥有的东西 散了 割不相干 在自己手上的东西 能够应用的东西 珍惜它 在有我们能够用到的时候里面 我们努力地珍惜它 要好好地运用它 不要浪费它 我们的生命就很精彩 我们的生命是无尽的 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自己 很和尝的定力 出来心就是阻止我们烦恼的生起 阻止我们去执着一些 普普通通生活上面的繁琐的东西 出来心就是帮我们 有扩大的心 出来生死 三界之苦 所以不论在家出家 出来心就是需要 尤其是我们都是想修行佛法 想帮自己的品德修养提升 是需要的 好了 我讲了这里 下一堂就讲 那个四无量心 还有菩提心 多谢各位 我们现在回向先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正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童虎 下祭三童虎 若有建文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多谢各位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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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